中大医学院在今年7月展开为期三个月的长生观研究 目前有7000人参与 初步发现9成人曾经出现长生观症状 最常见的病征是影子问题 例如老毛占4成 3成人就出现情绪问题 另外2至3成人有不同器官的问题 中大医学院院长陈家亮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说 长生观的成因和患者长度内好和坏的细菌失衡有关 相信可以透过检测长度细菌情况 确定康复者是否患上长生观 第二亦都从这些细菌失衡可以某程度上解释到 为什么你会有长生观这些不同的症状 研究又发现两成长生观患者会自动复原 7成康复者持续受长生观困扰 有4成人的症状持续长达一年 陈家亮说 如果症状轻微 普通科医生都可以处理到 但目前医生和康复者对长生观都不了解 很容易走漏眼 他说政府需要做好教育和宣传 让医生和市民对长生观有足够的认知 针对较严重的征重 当局应该考虑设立长生观专科诊所处理 凤凰卫视机者林家敏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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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